美国正考虑继7月后再次派 作战舰艇通过台湾海峡的消息才过去两天 台湾防务部门22日就主动发布了 美舰通过台湾海峡的消息 证实美国海军两艘军舰自俄罗比海域 由南向北进入台湾海峡航行 预计这两艘军舰将在23日白天驶出台湾海峡 虽然美舰通过台海的第一消息 由台当局防务机构主动公布 但台当局并未透露舰艇类型嫌好或名称 对此 美国国防部回应称 这是例行性通过台湾海峡国际水域 体现美国致力于使印太区域自由开放 并声称美国海军将继续在国际法所允许的 任何地方飞行航行与操演 美国《华尔街日报》23日报道称 此举已在向中国展现美军可在任何国际水域航行 美国太平洋舰队副发言人奈特克里斯坦森公开了 执行此次任务的两艘美国军舰的名字 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科蒂斯威尔伯号 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安提坦号 据台湾中央社23日报道 美方透露在航经台湾海峡过程中 中方多艘舰艇在安全距离外跟随美舰 对于美舰通过台湾海峡的行为 蔡英文办公室22日表示 台湾一向重视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 台湾将持续致力于维持两岸现状 我们乐见各种有助于区域安全稳定的努力 事实上 美国军舰此次过境台湾海峡前两天 路透社曾报道称 美国正在考虑采取一项新的行动 派遣军舰穿越中国台湾海峡 当美国军方当时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而此前7月份美国海军曾派出 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和马斯汀号航经台湾海峡 9月30日 美军导弹驱逐舰迪凯特号 在南海执行所谓航行自由任务时 遭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兰州号拦截 险些擦撞 美方事后公布空拍照显示双方一度紧预约41米 迪凯特号被迫转向才拉开距离 美舰以这种方式过台湾海峡虽然合法 但对中国不友好 是一个挑衅动作 对此香港中平时23日发表摄评称 如今中美贸易摩擦眼下美国中期选举 台湾9和1选举又都进入倒数阶段 这样一个敏感时刻 美舰再次航经台海 来者不善 是来挑是生非 制造紧张的 相信大陆能洞察美台企图 不会慌乱 能保持高度克制 等待实际后发制人 国台办主任刘杰一层明确指出 其实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一直在打台湾牌 他打台湾牌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最根本的就是美国的这种做法 伤害台湾同胞的利益 伤害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 当然也应该受到两岸同胞的共同反对 台湾同胞应该认清形势 及美国行动的真实目的 千万不要有人去帮助美国打台湾牌 伤害两岸同胞的利益 伤害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 中方密切关注并全程掌握 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情况 已经就此向美方表达了关切 必须指出台湾问题 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因为虚准掌握进来的 ended伤害 旅游派 神之调 主杨 余